迷离 七星放香火这么旺 怎么今天一个人营�命 去里面看看 随方设叫 必劫渡人 唯黄者诗 帝者诗 黄者诗 甲鸣一号 立天之道 不调 还敢带你 妖言过重 你是何人哪 无奈北斗寺遥光兴君 奉命调查郑玉使 被杀一案 小心 小心 追 刘春风 刘春风 遥光 遥光 快走 中文字幕——YK 冬山 冬山 起 快 柳狐狸 柳狸你醒醒啊 快起来 慢点 先坐这边 柳狐狸 你没事吧 瑶光那个野蛮女 怎么随便乱打人啊 瑶光中了得妹的换术 现在发狂到处乱打人 她自己控制不了她 怎么会这样啊 没办法了 我只能先想办法把瑶光迷倒 保护百姓要紧 注意安全 好 这怎么回事 别跑 真倒霉啊 本来想让他们帮我了 现在好了 让孝爷我一个人照顾他们俩 我命怎么这么苦啊 柳狐狸 柳兄 柳大爷 就叫自己一遍 放手 说些什么 又要把他 咬光 暴力女 咱们出去打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啊 暴力女 你到底疯动了没有啊 娘 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围意 对 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杀的 叫那么大声干什么 死人都被你叫醒了 哎 没有险没有险 你刚才都是在做噩梦 我看看你 现在身体怎么样 你身体还不错呢嘛 那么快就恢复了 我把你打得怎么样 你 你别 你别仗着你生命 就趁机占我便宜啊 不对 不对 我记得 我把你打死了 呸呸呸呸呸呸呸 你就不能念我点好啊 我没有被你打死 我刚才 只是被你打婚了而已 不对 我记得 我在七星房的时候 发了狂 神志不清 我神志 杀了好多好多的百姓 没有没有没有 那些啊 都是德庙部下的幻术 你没有伤害任何人 你别自责了 啊 好了好了 乖了 不哭啊 不对 谁让你抱我的 你就是想趁机占我便宜啊 我啊 我占你便宜 刚刚明明是你抱的我啊 你讨打是不是啊 好 你哼 你有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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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要我说啊 你们北斗司 也就听起来还挺牛的 你说 怎么就派了你们两个 最不中用的人来啊 连德庙的幻术都破不了 书也有专攻 我们北斗司 也不是样样都精通的 毕竟也不是神仙 哎 那你说 咱们真的拿德庙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倒也不是 这次主要是初次会面 我们的准备不足 如果有下次 我一定不会让他有可乘之急 哎 怎么回事 不会是德庙那个妖妇又杀过来了吧 应该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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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称光可是地地道道的豪门大小姐 喔 你还指望她生火做饭啊 她 豪门大小姐 我这是半点没看出 她有什么大家闺秀的影子 你说她是一个疯丫头的话呢 我可能还会信 姚光啊 出身将门 当然和一般的体着千斤不一样 她本姓曹 随了母姓才姓的吴 她父亲是千属疏密院士 曹伟曹大将军 爷爷呢 是开国援军 曹兵曹大将军 她有六个叔叔伯伯 每一个都是我朝军事 举足轻重的人物 你说厉不厉害 既然他们家那么厉害 那为什么还要跟你四处转悠 到处办案啊 这丫头天赋异禀 起初连她家里人也不知道 直到后来 她父亲纳了宠谢 不免冷落了妻子 也就是姚光的母亲 姚光看不过去 就和父亲大吵了一架 结果就狂化了 狂化 妖光受到强烈刺激的时候 就会狂化 而且她狂化以后 速度和力量都会骤然大增 谁也打不过她 只不过她狂化的时候 会神志不清 敌我不分 结果她爹曹大将军 也被她揍了一遍 妖光 女儿 这不是故意的 打疼你了 女儿 救我 女儿 女儿 你怎么了 女儿 你吗 你 遥光不满 她父亲的薄贤寡异 就自作主张改了母性 原来是这样 这样看来 她和她的父亲 真的有一段恩怨呢 嗯 哎 怪不得那天 我混化成她父亲 她非但不听话 还狂踢了我一脚 真的 哎 别提了 我看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 我们的事情败露了 什么 北斗司的人 从郑子文那里搜出了罪证 现在去了县衙 让我带人来拿你呢 闯到贼窝里来拿贼 倒也有趣 我给他们 用了你给我的七毒神仙罪 他们都中招了 不过 只要从我的县衙 抬出三具尸体 这还得了 你快叫人跟我回去处理吧 多大出息 中了神仙罪 并让他有通天本领 也施展不出 东山 跟他去 把那几个人 拉到后山埋了 放心 交给我吧 这几个人 可都是北斗司的 一旦失踪 朝廷必会更加重视 听我谅言相劝 还是急早离开吧 我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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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了 那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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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妙盘踞本县多年 勤骗杀人 若按本朝律法 你们怎么 也得落个失察之罪 不过学良 攀赃枉法 欺上满下 我念你们无辜被迫 给你们指一条生路 只要你们协助我捉拿妖妇 即可将功赎罪 你们可愿意 小人愿随大人 将功赎罪 愿受大人差遣 愿受大人差遣 而等吊妻翻班牙蚁 随我去七星坊 捉拿要犯 遵命 薛大人 别来无恙啊 别来无恙啊 你们怎么没有中毒 当然中毒了 只不过呢 这薛大人的药啊 对付我们呢 是没有用的 废话那么多 放手 分手 让你 她 我 福 她 她 都 她 她 她 我 我 我 将这些没人拿下 宣传大人 先把薛良观景打了 再来骑行坊接应我们 是 慢点 怎么样 官差快到山门前了 还好有信众挡着 我觉得咱们赶紧也从密道离开吧 散了散了都散了 德表妖女关下大罪 我们要集拿德表妖女归案 耳朵百姓还不快快散去 免得防案鼓舞 什么 德表上师不是活屠色 他怎么可能放案的 呢 是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多百姓 实在是投鼠即棋 太孙 太人呢 谁啊 是那个尖嘴猴腮的呀 你说谁是尖嘴猴腮呀 你怎么这身打包啊 我这叫以彼之道 还师彼身呢 尖嘴猴腮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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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在下只是一名方氏 特意来此地 与你们的德庙上师 切磋一番 就凭你 阁下如果不信 可以上前一试 好啊 试试就试试 怎么样 你看 这真的下雨了 怎么样 是不是还想尝尝 被雷劈的滋味啊 不不不 不想 不想 凭我如此本事 够不够格 与你们的德庙上师 切磋一番呢 德庙上师岂会怕你 好 你可以进去 但你后面这些工人 不可以 去 我跟她一起去 我们只让她一个人进去 为什么 我又不是工人 我只是个小姑娘 拿不成 你们德庙上师 怕一个小姑娘不成 走开 大伙都进去看看 师父 幻中来了一位小方氏 说要与你斗法 哪有先行与他斗法 赶紧收拾东西我们要走 可现在院子里面 都是群惊激愤的百姓 我们走不了啊 那方氏是什么人 是跟官府的人一起进来的 百姓挡住了官差不许进 这方氏说要与师父斗法 百姓们就把他放了进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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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压箱底的功夫 晾出来吧 不是早就开始了吗 公子是一颗葡萄吗 我是一颗祕赛 来 来吧 侄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大字不识几个居然能连中三元 简直荒唐 拖 金银财宝这么多 但是 能填得饱肚子 挡得要分寒吗 拖 得妙 你的色 才 名三观 不过如此 还有什么花招 尽管使出来吧 幻境中 人的神志会迷乱 因此 会很容易接受幻境中给你安排的身份 你究竟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看破我的幻术 师姐 你究竟是谁 忘了多年前被你赐了一件的小师弟了吗 你居然没死 师姐 我的命 比你想象的要大 你的幻术 不过如此 而我 还有压箱底的功夫未曾展示 气不如人 我认输 其实 你的师父 还活着 你说什么 事到如今 我也不必瞒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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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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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别过来 是我啊 师父 师父 你怎么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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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得你好苦啊 师父 师父 我的好兔儿啊 我总算等到你了 我的好兔儿啊 我 他 自己的虚惑 我 他 给你你了 我 我要 离我了 为你了 你了 我 尘王败寇 要杀要挂碎你 德妙 我怎么可能让你那么轻松地死去 得妙妖妇 我离来了 按烦薛良已被我逮捕 还不赶快束手就擒 不 不 抓人 是 不 不 起来 不 起来 起来 放开我 不 我不要坐牢 我不要坐牢 此事最容易的 我要让你永远已无所有的 像一个囚徒一般的活着 不 不 我宣布 不 不 满 一 二 三 二 一 一 二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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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精进到这个地步了 怪不得师父说 当年师祖 传授仙法怀有私心 并没有把真正的仙法 传授于我们 你自己心术不正 还要怪别人 这些人 贫了这么久 刘大人 这样贸然进去 怕是会引起民变 还是等那位道长传心了 再动手吧 再等就来不及了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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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进去了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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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 我去杀了太罪 别走 宋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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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婶 快跑 快跑 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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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婶 宋婶 朕终究 终究是要死的 我以后 再也不会跟你吵架 不会跟你伴随 以后 我再也不会叫你包领雨了 别哭了 哭了就不好看了 答应我 不要哭 不要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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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岁 虽然我们相识不久 但我早已把你当成兄弟 如今借你之力捉住得妙 好兄弟 多谢你 再见了 好兄弟 感谢观看 你去安排一下吧 遵命 好了 生死又命 你也接下来顺便吧 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太岁 就这么死了 心里还是有点 习惯就好了 慢慢你就会发现 不只是我们遇到的人 我们身边的同伴 也会因为种种意外死去 你也会 没有人可以例外 如果你还想留在北斗寺的话 就要习惯这种死亡和杀戮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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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下来 领域 在梦儿呢 我们下来 都没有人家 出现了 我们下来 冲我 是人家 不知 上师受苦了 您且再忍耐几日 等到了京城 皇上一开心 定然将您无罪释放 那就有劳雷公公吧 只是 不知上师所为何事被捕啊 你不知道 当然不想 上师为人贤德 怎么会杀人呢 可是 上师有偌大的神通 怎么会被抓住呢 就是太岁那个小子 从中作梗 上师 是我 上师受苦了 您且再忍耐几日 等到了京城 皇上一开心 这些 定然将您无罪释放 那就有劳雷公公吧 哦 呃 只是 不知上师所为何事被捕啊 你不知道 呃 当然不想 上师为人贤德 怎么会杀人呢 可是 上师有偌大的神通 怎么会被抓住呢 就是太岁那个小子 从中作梗 太岁 太岁是什么人 太岁 算是我一个小师弟吧 您的同门师弟 他怎么会与您作对呢 这个杂家就更糊涂了 我和他本属同门 我的师父和他的师父 是同门师兄弟 后来 你是谁 他 他几天没见 那么好的朋友就不认识了 我亲手埋着你了 对对对对 我知道 不过这件事 得从头说 真的是太岁 你没死啊 当然是我了 我还要跟你吵架 跟你拌嘴呢 后两天我再给你骑几个新的车号 就是他 就是他 你再给我嘴唇号 我别弄死你 刘大人 这人半夜三更 在这里 拉着一个木板车猛摔 行事疯癫得很 你还是小心点啊 哎呀 六狐狸 说起这个木板车 那才叫可怕呢 刚才就跟着了魔一样的像我冲过来 幸好我厉害 一拳一脚把他给踢碎了 要不然啊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刘大姑娘 他疯了 我没疯 他们都看见了 不相信 你问他 他看见了 那你问他 他也看见了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就看见他 抱着个木板车 说一来 摔去一点 哎 你 好了好了别吵了 我会查清楚的 你坏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话这不是坏书 也不是人品面具 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 停停停 我这是脸 不是搓一把 你这使劲搓的 你怎么活过来的 他怎么活过来的 我 我刚要我 德妙 是真的把我害死了 你把我放进棺材 埋进土里 也都是真的 所以说 你有起死回生的意囊 是 我可以说是 有不死之能 从小到大 我受伤之后 就能够很快地恢复 起初 我以为 是因为自己身体 恢复能力比较好 直到七岁那年 我因为调皮 掉进了山崖 在下葬的时候 我又复活了 师父那个时候就知道 我的能力 不仅仅是受伤之后 能够很快地恢复 就连受到必死之伤 也能够逐渐地 修复创伤 那这么说 你跟神仙一样 长生不老 怎么可能是 长生不老呢 如果我真的是 长生不老 我也不会长大成人了 我跟大家一样 也会经历中年 老年 直到死去 当初听你说 你和德妙的恩怨时 我就有疑惑 以德妙师徒俩的心狠手辣 应该不会放你活着离开 而且那么多年不闻不闻 除非他们已经确定 你当场死了 没错 当时他们杀了我师父 又赐了我一箭 以为我肯定死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 除非我烧成灰 不然 我是肯定会复活的 最关键的是 当我醒来之后 师父的尸体却不见了 你师父也有不死医的吗 这绝对不可能 他没有这个能力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这些 耍我们很好玩吗 看我们为你伤心很好玩吗 你很得意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师父知道我有这个不死异能 猜到一定会有人 会觊予我这个特异功能 所以他让我在外人面前 千万不能显露 我这才刻意隐瞒的 这样的秘密 的确不应该告诉别人 如果换作是我 就算是生死之交 我也不会透露 太翠如今肯说出来 已经是对我俩最大的信任了 不对 我想起来了 上次你救我回清阳阁 我正狂话 神志不清 我确实把你打死了 对不对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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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呀 我真的是欠你 我从未听说过 有人拥有不死之身 你这个能力怎么来的 先添的还是后添的 我也不太清楚 以前小时候 我师父在山上 给我采了好多 稀奇古怪的东西吃 吃的最多的 就是一种叫 太岁的植物 可是 我师父后来也不清楚 到底是哪种食物 让我变成现在这样的 所以给你取名字 叫太岁 如果真的能找到 太岁这种植物 给洞明前辈研究一下 说不定就能研究出来 你到底为什么不死 你现在说的这些 是真的还是假的 与你们相识之后 除了那些性命攸关的大事 我再无任何隐瞒 你们爱信不信吗 你这个人怎么 好了好了 姚光也是好心 他把你当好朋友 才会这样 你知道你死以后 他跟你办葬礼 有多用心多郑重吗 他走遍台湾所有的铺子 跳的都是最好的棺材和香炷 而且是他自己付钱 我们北斗司可付不起这个钱 你闭嘴 闭嘴 闭嘴 我说呢 那棵棺材啊 可真是结实 我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它打开的 你说 我倒是闷死了 怎么办呀 怪我了 不怪你 我知道 你也是全为了我好 这样吧 我给你道歉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原谅我吧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你不是有不死之身吗 让我把你脖子扭干事实 看看姐姐 你是不是喜欢孟能大哥 是吧 我想 我是有些喜欢她的吧 那你有没有跟她说啊 没有 但是你不说 好歹也稍微那么暗示一下下 怎么暗示啊 开阳 梦郎 开阳 我看你心事重重 是否有话要说 无心思明月 碧檀 轻角结 五五堪彼伦 你叫我如何说 开阳 有话但说无妨 梦郎 娶我可好 跑 不说八道 别跑 跑什么跑 去我 娶我 谁啊 干嘛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梦头姐姐开窍了 我是说她喜欢孟能大哥 走走走走走走 哎 人家开不开窍关你什么事 人家遇上了心上人 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你 你在那叽叽喳喳的做什么 烦不烦 开阳姐姐属于内敛的人嘛 我们帮帮她 我当红娘 你当月老 怎么样 免兴趣 哦 你是不是喜欢开阳姐姐 她比你大几岁呢 童养喜我都见过 这大几岁又怎么了 开阳姐姐温柔内敛 是一个 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会说出来的人 她就是要找一个 心思细腻的男生 你啊 那么粗鲁 那么鲁莽 根本就配不上开阳姐姐嘛 我怎么了 哎 喜不喜欢开阳姐姐呢 是我的事 就算我不好 我也不会喜欢你的 再见 你说清楚 我哪不好 你说你 你到底哪好了 一言不合 又打烂我一扇门 这么火爆的性格 谁受得了啊 粗鲁鲁莽 你说我还是说你自己啊 你看看你 女孩子没有点女孩子的样子 比母老虎还要母老虎 我忽然想起来了 你对你爹都很凶 像你这种凶婆娘 谁要是娶了你 这是倒了八辈子的血眉 还祝你 我 routing就得作作 偶尔 广哲 邀光 你想拆房子 邀光你怎么了 reflected his place 我了 你死定了 今天 你坐在 Londha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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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追过来吧 原来亲嘴 能够阻止他狂化 也对啊 他狂化就是因为受了刺激 这一亲嘴呢 就更刺激 反而让他清醒过来 这下 就有对付他的杀手锏喽 不对啊 在他狂化之后 很难进身哪 这怎么解决啊 我亲爱的门啊 我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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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死了 开啊 姐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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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好 高酒啊 中将有成的高酒 高酒嘞 奇怪 我好像忘拿了 看姐姐 什么东西忘带了 我帮你去拿 我向宫里申领了一管经线 可是好像忘记带出来了 你还记得你放在哪儿了吗 应该是在柜子上 好 我现在就回去拿 我也去 孟冬 孟冬 五心寺明月 碧檀青角节 看我姐姐到底看着她哪儿了 还没我好呢 太子 家人 大公事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八 八 三 三 四 三 二 不喝了 我醉了 不喝不喝 最后一杯了 那现在请他 不请 不请 不能请 不能请 刘大哥 你今天把我害死了 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把我害死了 你也别怪姚光一直找你麻烦 他虽然脾气大了一点 不过自答他进北斗斯以来 我还没见过他对别人这样的 所以我说他对你真的是 感情这东西啊 最是难以捉摸 行了行了 你别提他了好不好 对军到了这儿了 怎么还提他啊 是留下这两个男的 其他人不想死的快滚 兄弟 保重 跟我走 你放开我 我不用你管 我是为你好 你松手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管我啊 我是你顶头上司 是你入门师父 管不管得了你 顶头上司又怎么样 这里不是北斗斯 你管不着 太子 你 你亲了我 你就要对我负责 亲了你 亲了你 就要对你负责啊 那你看 我脸上被那么多人亲了 我也要找他们负责吗 干吗 你觉得拿我跟他们比 你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啊 你在我眼里啊 你还不如他们呢 怎么了 你又要狂话了是不是 一言不合就要打人是不是 好 你来 往我这儿啊 往我这儿啊 别不敢 太子 你混蛋 太子 你混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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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刚刚说的画有点重啊 女孩子 不能用吼的 得用哄的 干嘛 赶快去 yhtOK呀 哄哄去 我才不要 我又不欠她什么 走走走继续喝酒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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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呀 打打杀杀倒是跟你爹学得有模有样 可你毕竟是女儿家 这既不懂真知女工 又不懂煮饭做菜 将来怎么伺候丈夫呢 可没有哪个婆家和丈夫 会喜欢指挥韩打喊杀的媳妇呢 不喜欢 不喜欢我就不嫁嘛 你太厉害了吧 你拿什么点的 我还想问你呢 你那个是拿什么火点的 霹雳蛋啊 霹雳蛋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有人拿霹雳蛋引火的吗 我 我不就是想让他烧快一点吧 是 这是够快 如果更快点的话 咱们全部都要去阎王爷那儿见面了 你说说你啊 不会做菜也就算 连最基本的引火都不会 你还算女人吗你 我就不算 我既不会做饭 你不会缝衣服 你不服啊 不服你 咬我呀 其实他也挺好的 除了脾气暴躁了点 平日里 像个小孩子 平日里 像个小孩子 凯阳姐姐 怎么 一日不见兮 思之如狂啊 天气这么好 陪我去三百年 我去三百年 就能先通过一把 人家的老婆 一定要你 我来说 你不是要 我觉得我 我一路过来 今天也想要 我希望你 这一路过来 你会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要小心我了 小心犯这本太岁 我怕你 不对 谁让你抱我的 你就是想乘机占我便宜 我稀罕占你便宜 我打死你 过来 你别过来 站住 过来 你过来 你知道你死以后 他给你半葬礼 有多用心 多郑重 他走遍台湾所有的铺 挑的都是最好的棺材和香烛 我发现姚光根本就不讨厌你 只是这个丫头越是亲近的人 他越爱折腾 我以后 再也不会跟你吵架了 不会跟你搬走 以后 再也不会 叫你暴力女了 你 你 你欠了我 就得对我负责 我脸上被那么多人欠了 我有惹他们负责吗 开始 你混蛋 怎么样 有答案了吗 我喜欢开阳姐姐你的温柔婉约 但是我不喜欢跟你一起吟师做父 我更喜欢跟姚光在一起 伴嘴吵闹 开阳姐姐 你喜欢安静地制造机械 可是我呢 更喜欢跟姚光一起 上天下地 抓青蛙 抓野鸡 这样子胡闹 所以你心里真正喜欢的人是谁呢 姚光在的时候吧 我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嫌弃她 可是她这一不在了 我才发现 没有了 跟她一起半嘴吵闹的日子 是多么地无聊 我想 只有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才是我最快乐 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其实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就跟织衣服是一样的 一开始建立的时候 需要小心翼翼 一针一线 等到差离的时候 只需要轻轻一扯就好了 失去远远比得到更快 所以 人要学会珍惜 我想 我应该是明白了 小娘子 小生这香 有礼吗 敢问 是来问姻缘的吗 冰糖糊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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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白姑娘 多少钱 两文钱 好香的糖糊润 你是不是也想吃啊 只要你开口 我就 钱也没给他 给给给给 好香的 好香的 还拍她 春风尘独以拦着是哪家小哥为情凡 什么 太岁啊 如果我遥光开阳三个人一起掉水里 你先救哪个啊 我啊 我肯定先把你掐死 怎么 把人气走了劝不回来了 我啊 现在就想跟他又打又闹的 可是呢 他好像跟铁了心一样 真的不理我了 笨 这么点小挫折就认输了 我没认输 可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呀 这老话说得好啊 老话既然能流传这么久 一定有他的道理 你得听 什么老话 猎女怕狼蝉 就问你 要过我的性子烈不烈 那可你说是非常爆裂了 那你是不是狼 那还用说 这不就得了 什么意思啊 你呀 要拿出我们男人没脸没皮的劲儿 成了他回心转意为止 他不是回家了吗 到他家闹去 这都可以啊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你 你又对太岁使什么坏了 胡说 我温曲心 行得端做得正 你可不要污蔑我啊 鬼才训你 我只是让他表达出诚意 去草家追人了 草家 草家是将军之家 向来以兵法制服的 太岁去了 怕是要吃亏吧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嘛 不行 我们得赶快过去看看他 走 走啊 小姐小姐 北斗司来了个交太岁的 说要见你 不见 来而不枉非礼也 人家既然来了 你见见又何妨 你从小学的礼数呢 不见就是不见 这孩子 来来来喝酒喝酒 来 禀告将军 北斗司来了一个少年 自称太岁 说要见小姐 害得我家摇光落里伤心 你倒有脸上没啊 给我乱鬼打出去 是 是 慢着 老四 什么情况 咱们家摇光 有对象了 什么对象不对象啊大哥 我家摇光啊 喜欢上这小子了 还亏得那小子 要不摇光 还不肯回家住呢 在跟我闹别扭的 这也要 行了 也不用乱滚打他出去了 赶他出去了 赶他出去了尸 赶出去 千万别赶走 咱们哥几个 一定要好好瞧瞧 是啊 是啊 二哥 有什么好瞧的 摇光喜欢那小子 那臭小子 不喜欢咱家摇光啊 我们老曹家的姑娘 还有人看不上啊 老四 我倒有人法子 正可由此 释出他的本意 若是摇光不喜欢那小子 那就顺势教训那小子 替摇光出口恶气 三哥一场点子多啊 三哥说 什么 是真的 府内上下全都知道了 他们都赶过去看了呢 打就打吧 关我什么事 打 该打 打死他 打他个鼻青脸床 打他个满地爪牙 活该 好你个小子呀 你想见我女儿啊 是 成 那得先问我这关 等他 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要是能扛住了 我就让你见摇光 小兄弟 我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就算是刀山火海 我也要闯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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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别打别打 是我呀 我死 我打 你 你 你小子 你小子实诈 竟然用妖法 你这不懂了吧 这是要换术 停停停停 怎么回事 我所用的换术 这样不可以吗 不可以 你得真拳真脚地干 把真功夫拿出来 听到了吗 好 你 臭太岁 死太岁 臭太岁 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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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不好了 怎么了 他怎么样了 姑爷快被老爷们给活活打死了 谁是姑爷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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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鞋子骨头够硬的 脑骨很劲 我喜欢 老子 加油 这要下去不行啊 温曲 你上去帮帮他吧 不用担心 他们都避着太岁的药汗 那也不行啊 你没看到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 遥光的性子你又不是不了解 不让太岁这小子吃点苦头 他们两个小朋友又怎么会开窍呢 你说他怎么样了 跟小姐没有一点关系的年轻人 已经被大老爷 二老爷 一二三五六七老爷给活儿打死了 是吗 给 没事 反正他也死不了 他伤得真的很重吗 是真的 我看着都痛 这个白痴 就算 就算他不死 可这痛 是不佳的 是不佳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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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刘 你看 吃得苦中苦 才能抱得美人龟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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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出手 嗯 住手 你们干什么 女儿 你来了 哪有这么欺负人的 你们看看你们把他打的 女儿 他扔你不开心 哎 爹也是替你出气啊 谁欺负我了 他是我 是我徒弟 哪有欺负我啊 哎 哎 女儿其实这个事吧 他小子过来 你们赶紧下来 哎 所以我们 哎 天儿这么好 喝一杯啊 啊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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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就是你 只要能见到你 什么都是值得的 这个傻子 怎么样 本星君孔明在世 巧算如先吧 回家吃饭 慢点啊 我 没事 我没事 好痛啊 你说说你 我那些叔叔伯伯们 都是进军里一个打十个的好汉 你跟他们吵什么能啊 自讨苦吃 我这还不是想见你吗 他们又不肯 所以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你见我干什么 我知道 我以前说的那些话 是不好 但是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 口无遮拦 说者无心 燕光 你能不能不要再怪我了 好了好了 反正现在 倩也到完了 本宫能接受了 你回去吧 摇光 干什么 我还有话没有说完 还要说什么 还要说什么 我喜欢你 老公 我 喜欢你 你少来了你 你明明喜欢的就是 就是开阳姐姐 是 我之前也以为我喜欢的是开阳姐姐 可是到现在 我十分明白 我真正喜欢的人 是你 我以前也以为我不喜欢你 甚至有点讨厌你 可是当这次你真正的走了 忽然觉得 我是心里空空的 不管我做什么 那个位置 永远都填不满 反途 不过我现在明白了 我心里的那个位置 是属于你的 只要你能回来 那里 就再也不会空了 小光 你回来好不好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 北斗司嘛 我肯定是要回去的 你以为我跟你生气 就不回北斗司了 不 我说的不是回北斗司 我是让你 回到我的身边 我才不要喜欢你呢 你还不肯原谅我 你是不死的 等我死了 你还不知道要娶多少个老婆呢 你都已经死了 我还不能再娶啊 你这醋痰子也太大了吧 我就吃醋 我就是醋痰子 你还要不要 我要 好 姚光是中了什么血了啊 我看这女婿不错的 是吧 老苏 难得有人喜欢咱家姚光 我看你这女婿 咱们在本身边 我看那原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你就会装傻冲了 你要不提醒我还忘记这个事情了 你死的时候流了多少眼赖 现在你恢复记忆了 还装目作样的 说 跟当回座 你先别激动女侠 来来来 坐坐坐坐 你就别生气了 我这不是喜欢你 温柔可人的样子吗 你说 我这样一恢复 你又固态复盟 继续做那个暴力女 多凶啊 我真的很凶吗 真的很凶吗 也不算很凶吧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凶 好了 我以后尽量不凶你 其实 经过那件事情之后 我也懂得珍惜了 你看月亮 月拢青纱 多美啊 就好像是 温柔可人的女子 我突然想起件事儿 什么事儿啊 你在北斗司说什么来着 有一个姑娘经常揍你 你都把我忘了 还记得我经常打你这件事儿啊 好 曹大将军 我把太岁给你带来了 曹大将军 不知找在下所为何事啊 是这样 今天我找你来的 是为了姚光的事情 啊 姚光年纪不小了 我想让她嫁人 嫁人 这 这不太好吧 毕竟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再说 我现在还没有到婚配的年龄啊 谁说你了 除了当今天子 谁 谁 能配得上我女儿 这 这怎么可能 姚光不会答应的 皇上也不会答应的 太岁啊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他们答不答应不重要 只要我和太后答应就好了 所以呢 以后有事没事 都别找姚光 免得毁了我们家姚光的清日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你的话说了算吗 要是你再敢找我们家姚光 你会比上回更惨 我不答应 我相信 姚光也不会答应的 曹大将军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她 你觉得 你能拆散得了我们吗 我女儿是要当皇后的人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惦记她 好啊 你不是喜欢我家女儿吗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能够穿紫袍配金鱼带 我就把姚光嫁给你 这有何难 有气魄有胆量有能力 老夫佩服 太岁 紫袍金鱼带 只有三瓶以上的官员 才能穿呢 好啊老头子 你挖坑给我跳啊 我有吗 你喜欢我家女儿 我给你一个机会 而且你已经答应了 我是答应了 那我哪知道那个什么 紫袍金鱼带 是什么人才能穿的呀 大丈夫一言即出 刺骂难追 你答应了 我是答应了 可我刚才不知道 你答应了 好 我就答应了 不就是这个什么 三禀官员紫袍金鱼带吗 我就穿给你看 太阳 这小子现在什么管 是不是连那个什么 御前侍卫都还没混上呢 我告诉你 如果你关于亨通 想要穿上紫袍 三十年 好吧 老夫三十年以后 再等着你娶我女儿吧 对啊老头子 你是得好好等了啊 保重身体 要不然女儿出嫁那天 你都等不到了 你 老夫真是让你给弃婚了 什么三十年 我就给你半年 半 半年 半年时间 要是半年之内穿不上紫袍 休想再见我家摇光一面 你 你 你别走 你这老狐狸 怎么说话不说话呢 啊 气死我了 你说 太后娘娘 你不要把摇光嫁给皇上啊 太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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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开恩 不要拆散我和姚光啊 你闯宫惊架 可知该当何罪 太后娘娘 姚光 姚光她不想做皇后啊 来人哪 把她给我拖出去 不 太后 你不讲道理 你闯宫惊架 还敢辱骂哀家 把她给我拖出去 仗则六十 你如此这般 不怕把陛下交成一代暴君吗 拖下去 太后娘娘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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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下来 陛下 太岁被太后责罚正打 陛下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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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岁 快起来 皇上 皇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去叫御医 是 快去叫御医 不 皇上 我师父医术高明 你赶紧 把我送回鼓吹台吧 还真的与你来 是 快点 女儿 你这是去哪儿啊 爹有什么不对 你说 爹 女儿问你 是我曹家遭遇什么不测 需要抱皇家大腿来解决吗 这个 还是说已经败落了 需要跟皇家结亲 来抬高身价 这 这是什么话呢 如果是 曹家生我养我 为了全家上下 我应该的 我可以做 如果不是 还是 就不要用你们所想象的幸福 强加到我身上 我不喜欢 真的不喜欢 女儿 你去哪里呀 灰杯豆丝 我想她了 母后 您怎么能这么对太祟 怎么 她擅闯进宫 辱骂太后 哀家还不能罚她 她是不懂规矩 但是她有功于设计 您这么做 就不怕大臣们开了寒心吗 有功则赏 有过则罚 赏罚分明才是道理 母后 我来说 我们来说 你还能准备 你还能够 你会帮我 你回去 我去到哪里 你的 你都不得 我来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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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 我来帮我 你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 曹伟拜见太后 免礼 谢太后 大将军怎么这时候过来了 太后 臣 请太后恩允 曹将军 哀家有几句话想问问你 太后垂寻 臣知无不言 曹将军辞去军职 你曹家六个 在军中任职的兄弟 是否也要辞去军职 曹家辞去军职 你曹家兄弟 多年带出来的将领 是否也要一起辞职 我儿登基不久 国政尚未定 东来和北叔虎视眈眈 很有可能就乘虚而入 曹家归隐田园 届时兵风义气 乾坤震荡 到时候谁来担此重任呢 太后 可怜天下父母心 曹爱卿 哀家何尝不知 你对女儿的一片怜惜之心 可是否也请大将军 体谅体谅哀家的难处 大将军以为 哀家想做这个恶人吗 我并未猜忌太遂 但环境会变 感情会变 人也会变 为了我儿的江山稳固 就算我再不愿意 我都必须站出来 做这个恶人哪 陛下 太后吩咐 您不能随意出门哪 能敢安置 能必不敢 都必不敢 让开 陛下 陛下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拦阵 陛下 陛下不能走啊 太后吩咐过 快去禀报太后 太后如此苦心 臣干倒涂地 太后 愿报太后 太后不好了 皇上又出宫去了 赌来不得 请太后降罪 什么 师父 我都说了 我肯定没事的 我你还不了解 徒儿 人不能跟天斗放手吧 师父 我知道 你说这些都是为了我好 可是 人这一生 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人和事 有些人也许会很贪心 想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揽在怀里 可是徒弟 只想好好把握好一样 只要遥光没有变心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的 是啊 遥光 我 我也一样 只要你不退缩 遍崩跌离 都分不开你我 我 傻丫头 放心吧 我是不会让别人 把你抢走的 好 好 如果太岁与太后能母子相认 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困局了吧 玄玄子啊 你视他如此 想把他永远留在自己身边 可若因此害得他不快活 他想要的幸福 又从何而来呢 在这儿等着吧 太后驾到 太后驾到 很快活 去死吧 吴威夷 还私自出宫 你的性子是越来越业了 将来可怎么得了 快随挨家回宫 太岁受了重伤 我跟他亲如兄弟 来看看他 有什么不合情理吗 陛下是君 他是臣 朕不跟卖女求荣的人说话 放肆 曹将军劳苦功高 你竟对他如此无礼 这是国君所为吗 母后这番话 我要是把曹将军这三个字 换成太岁 母后以为如何 你 陛下 前辈不必多礼 太岁怎么样了 他在房中 太岁 陛下看你来了 糟糕 我不能让皇上知道 我那么快就好了 来 帮我拉起被子 快 要要要要 好好 谢谢 快快快 来了来了 太岁 逆子 你给我站住 老将军 陛下 母后 我就是进去看看他的伤势 客人 一条 爸爸 好 肯定 他 真正 а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在孩子的面上 救我一命吧 小娘子有所不知 我虽然会一些江湖小玩意儿 但是在这些铁骑大军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 就算是拼上性命 也无济于事了 不用救我了 前辈 救救孩子吧 救救孩子 前辈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真的是你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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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心情 心情 笑 太岁的 太岁的 那就是 母后 您说太岁 就是我亲哥哥 来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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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臣伤得太重 无法下床行礼 还请太后恕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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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皇对外宣布 我是太后的亲生儿子 但民间多有非议 对吧 这世上 确实没有不透风的墙 没错 太后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我的亲生母亲 是理财人 我的亲生母亲 原本只是太后身边的一个侍女 受了我父皇的临性 便有了朕 当时我父皇向天下宣布 太后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为的是 把她修仪的身份 晋升为皇后 这件事情 在德妙行刺我爹之后 母后便对我说了 说在这之前 母后还有一个孩子流落在民间 那时候 她被我先祖父 发配到民间 后来颠沛流离 以至于最后 再未生育 陛下向臣直言 臣感激不及 陛下今日所言 入臣下之儿 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望陛下宽心 便是说出去 倒也无妨 既然 我这个兄长回来了 是一定要认祖归宗的 娘子回到宫廷 安地里 不知道找过你多少回 但是你因心全无 娘本来以为 这辈子 咱们母子再无相见之日了 还好 苍天垂帘 还是让娘找到你了 想当年 朕的父皇 就是因为 嫌弃淑妃的出身卑微 狠心把他赶出了两境 这还不算 还悄悄地派人去追杀他 可殊不知 淑妃那时候已有身孕了 后来担心追杀之人 就把我们的孩子 交予了一个路人 那为什么 您现在都不去找他呀 怎么没去找过呀 可此事 试涉朕的父皇 试涉皇室之仇 总不能大张旗鼓地去找吧 所以 一直到现在 始终没有找找 他的父皇 стали 等我 恭喜太后 皇上 得以亲人团聚 还要感谢玄玄子前辈 养育了我个儿子多年 太后太客气了 老朽对太岁 其实未尽多少养育之责 师父 娘 以后你就是我娘了 那瑶光就是你的儿媳妇 也就是皇上的嫂子 你真的要把我的老婆 许配给皇上吗 什么是你媳妇 早晚的事 这 启禀太后 臣的七弟草匹之女和陛下 年岁相当 滋容宛媚 贤良淑德 太后是否 好好好 如此甚好 可是天子立后干系重大 哀家会让大宗正司 考察一番再做定夺 遵太后遗旨 免礼大将军 大家都坐吧 谢太后 这样朕 也不用左右为难了 大哥 你跟母后刚刚相认 一起回宫吧 这样兄弟也有个人说话呀 皇上弟弟 你是不知道 宫里啊规矩太多 我还是喜欢在这儿 逍遥自在 快快乐乐 大哥说得是 宫里面规矩森严 确实没有外面逍遥 今日天色已晚 皇帝不能久离宫中 太岁啊 你真不跟为娘回宫吗 娘 我已经在外头也惯了 不习惯宫里的生活 要不 我以后还是白天回宫里 给母后请安 好吧 那明日 为娘再跟弟弟来看你 顺便把你八叔一起叫来 你家人见见 好啊 好啊 太岁啊 你好好养伤 为娘 会常来看你的 娘 你就放心吧 我身体好得很 来 我送你出去 好 丫头 走 你不留下来啊 我明天再来看你 好 咱们这样逢了一天了 城北 城东 西边 南边 好像都找了 咱们到底应该去哪找 这找了一天 一无所惑 人一罚 酒虫就犯了 太岁 我们去喝一杯啊 好啊 酒虫犯了是吗 我看你是色虫犯了吧 你要去自己去 别带回我们家太岁 走 大爷 你真是男人啊 我看你 这就是一个人 你没这些人了 我看你 了 我看你 你怎么带过了 我kah 你怎么办 我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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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